好点好点好 那个向连上课了 这样吧 你跟那个 我也记你一次 下一次再联到的时候 我就不客气了 好好好 行行 那咱先上课吧 拜拜 好拜拜 就一听就一听声音 好可爱的小姑娘 来各位 来红包 收红包 广西更简单 还好吧 来红包 五四三二一 收了 首先得给你们说一句 有很多同志们 可能会觉得什么呢 可能会觉得说 说录取分数限低一点 怎么怎么样 是不是 你就比如说西藏 是吧 像新疆 西藏 青海 是不是那个时候 我们就像那个 那叫什么来着 叫做 分数限比较低 是的意思 是不是 分数限比较低 但其实各位同志们 别想那么多 为什么别想那么多呢 分数限低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人少 意味着人少 就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人家 人家那个大学 在你们省份 招的学生也少 就比如说在那个 2022年 2022年有一个 我有个西藏的学生 我西藏的学生 他考了全西藏的 前200名 前200名 如果说 搁到你们省份 你就比如说 搁到河南 搁到那个什么 山东 搁到广东 河北之类的 对不对 全省前200名 那是什么概念呢 那就是 很好的985好吧 上等985 随便挑 随便挑 但是 在西藏 啥也挑不了 就连那个 别说985了 211都难 好吧 虽然说他们分数线低 但是 录取的人也少 明白了吧 所以各位同志们 不要老是想着说 人家那个 人家那分数线低 怎么怎么样 分数线再低 也就意味着 很难录取 明白了吧 他都有 有必有利 来个咱们今儿讲 椭圆啊 椭圆就正式 进入到了什么呢 正式进入到了 我们的一个 圆锥曲线的过程 好吧 那么圆锥曲线 这个东西呢 招生比例 对 招生比例 是按比例招生的 且是定值 也不一定是定值 你就比如说 今年是缩招了 今年是缩招了 缩招的意思就是 招的人又少了 好吧 每年会有 扩招 有缩招 这个不知道 好吧 这得看人家学校 各自的 来各位同志们 首先说一下 咱们的这个 椭圆啊 椭圆这个东西呢 说实话啊 你得恨一个人 恨一个人 恨谁呢 恨这个 有个东西 有个人叫阿波罗尼奥斯 应该有很多人 应该听不说过 对吧 阿波罗尼奥斯 在你们初中的时候 应该学过一个叫做 阿世元 学过吧 是在初中的时候 应该学过阿世元 阿世元 学过吧 这个阿世元的阿 就是阿波罗尼奥斯 明白了吧 阿世元就是阿波罗尼奥斯 的意思 就是他发明的 他发明的这个元 叫阿世元 好吧 没有学过 没有学过 真棒 行不行 给你们点个赞 行不行 给你们点个赞 好吧 说阿世元 没学过 哈家伙点赞 行不行 点赞加关注 这怎么没学过 我的妈呀 可能只是你 可能只是你不知道 或者说你压根 你就没有学 压根你就没有学会 明白了吧 来阿波罗尼奥斯 这个人呢 他是在什么时候 在公元前262年 到公元前190年 所以在元椎曲线的 大概在公元前200年左右 他发明了所有的元椎曲线 而且我告诉你们 你们现在学的就是他2000年以前 他发明的东西 而且在这2000多年以来 在元椎曲线上 现代数学没有任何的进展 一直都在沿用他发现的元椎曲线 他编了一本书叫元椎曲线论 元椎曲线论 等你们到大学以后 你们就开始学了 元椎曲线论 元椎曲线论 囊括了所有的元椎曲线的性质 所有的性质 全部都在里边 全部听见没有 我说的是everything 好吧 只不过呢 在什么时候呢 在有一个 有一个人你们肯定认识 叫做那个迪卡尔 各位同志们 听说过迪卡尔吧 迪卡尔这个人 当时发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发明了一个叫做 那个那个坐标系 对不对 迪卡尔发现了坐标系 然后呢 迪卡尔就把坐标系 跟那个 跟元椎曲线 结合到了一起 结合到了一起 叫什么呢 叫解析几何 好吧 迪卡尔把坐标系 跟元椎曲线 结合到了一起 就叫做解析几何 解析几何 就是元椎曲线 明白了 心形 心形线是吧 迪卡尔发现了心形线 是这个是不是 是不是有一个 是不是有一个故事 叫做什么呢 叫做迪卡尔 发现了迪卡尔 是跟那个什么 瑞典的公主 对吧 俩人好上了 谈恋爱 对不对 结果呢 国王不同意 是不是 把那个公主呢 就锁到了那个皇宫 然后那个迪卡尔呢 为了跟公主传达信息 对不对 就只能写信 写什么信呢 写 还不能写 还不能写那个具体的字 因为写字 人就不让进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就写了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是个什么呢 是个心形函数 对吧 心形线 是不是 听说过是不是 什么破玩意儿 心形线 各位同志们 首先啊 咱们不否认 心形线 有这个东西 但是你要说是 迪卡尔跟公主 啥是公主 国王的闺女 叫公主 迪卡尔是什么 数学家 这不就是YY吗 你一个破数学家 跟人家公主 谈对象 开什么玩笑 是不是 这些看得上你吗 这些看得上的 不都应该是 什么什么王子吗 你一看 哎呦 我看上了谁 什么什么数学家 开玩笑了 好吧 哎呦 想什么呢 是不是 来各位 咱们今天要讲的 圆锥曲线 要讲的椭圆 这个椭圆 你们知道 为什么叫圆锥曲线吗 各位同志们 你们知道 为什么叫圆锥曲线吗 你们知道 为什么叫圆锥吗 你们不认识圆锥吗 在高一上学期 没有学圆锥吗 学历啊 这就是圆锥呀 那这个曲线跟圆锥又有什么关系呀 什么关系呢 这就是两千多年前 两千多年前的人吧 都比较 那个游戏娱乐手段比较贫瘠 不像你对不对 你现在天天玩个王者荣耀 在那天天玩游戏 各位就这么说吧 阿波罗尼奥斯天天玩王者荣耀 他也发明不了圆锥曲线 听不听 就是因为那时候娱乐手段太过贫瘠 完了以后那时候下完雨下完雨 他们堆了个圆锥堆了两圆锥 堆了两圆锥就像你们一样拿那个棍子在那敲那个 敲那个草啊 对不对 等等等等 他呢就拿着 就拿着把那个刀在那砍那个砍那个土堆 一砍下去 这是个椭圆 这么一砍下去 这是个双曲线 这么一砍下去 这是个啥形状 这是个抛物线 哈家这就玩出来了 明白了吧 娱乐手段太匮乏了 所以在圆锥那个土堆上 进行拿刀子那一砍 这是个啥 这是个啥 发现了三种不一样的东西 一个叫椭圆 一个叫双曲线 一个叫抛物线 明白了吧 所以呢 基本上啊 椭圆是怎么来的呢 椭圆是 椭圆是这么来的 你看椭圆这是个圆 你还可以怎么理解呢 这么理解啊 椭圆是个圆吧 不是圆啊 这有个圆 咱在上周是不是 不是上周 咱在昨天是不是刚讲了圆 圆各位同志们 它是不是有一个圆心 是不是有一个圆心 但其实它不是一颗心 它是两个重叠的心 两颗心在一起 这个时候就会有人特别难过 谁特别难过呢 你就比如说张亮老师 亮哥对吧 亮哥活了三十多年 母胎solo三十多年 他要是看到谁 两颗心在一起 他得生气呀 他那个屁股多大呀 对不对 一屁股就把这个圆给做扁了 做扁以后呢 就会让这两颗心 给做偏了 明白了吧 两颗心 本来是两颗心在一起 结果就被做偏了 分开了 所以就出现了两颗心 椭圆就会出现两颗心 你们也都知道啊 应该你们在学物理的时候 应该学那个叫什么 那叫做开普勒三定律 对吧 开普勒三定律里边说了 说那个地球绕太阳运动 是一个近乎圆的一个椭圆 说太阳呢在其中的一个焦点上 对不对 太阳是不是在其中的一个焦点上 对不对 然后呢地球在围绕着 太阳这个椭圆 在进行轨道进行转 然后呢 开普勒三定律 这儿有一颗焦点 是不是 这颗焦点 其实呢 还有很多啊 还有很多 你就比如说像那个 有人如果来北京旅游 应该去过一个东西 叫天坛 天坛那儿呢 有一个景点啊 叫天坛三音石 天坛三音石有句古语叫做 人间偶语天文若雷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前啊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那个时候 尤其是在封建社会 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盖完了以后 各位你看 这是个椭圆 然后呢 在这个天坛这儿呢 对吧 这里边供着三尊佛 不是三尊佛 是三尊神像 在这供着三尊神像 三尊神像 然后呢 他们祭祀都在哪祭祀呢 这个在哪啊 在其中椭圆的 其中一个焦点上 他们祭祀 就会在另外一个焦点上 就在另外一个焦点 在这祭祀 皇帝在这祷告 皇帝在这祷告 距离一百多米 皇帝在这小声说话 祷告 在这里边就能被听到 在这个里边就能被听到 三尊神像就能被听到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什么说法呢 又是封建社会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就得叫做王权天守 是吧 就得怎么样呢 就得找个人 找个人 祭祀的时候 找个人 皇帝大臣都跪在这 完了以后呢 在这找个人在里边 偷窝说话 小声说话 怎么怎么样了 怎么怎么样了 对不对 明年风调雨顺 然后在这都听到了 哇 神仙显灵啊 是不是神仙显灵啊 离距离一百多米 里边神仙说话了 要让风调雨顺 大家都信了 是不是 大家都信了 所以这就是那个 这是什么呀 这是椭圆的一个性质 这是椭圆的一个性质 一个什么性质呢 一个焦点的光学性质 一个焦点的光学性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这里所有的声波 各位同志们 所有的声波全部都会 由一个焦点传播到另外一个焦点 所有的声波 不管什么方向 都会传播到另外一个焦点 所以在这就能听到 两个焦点互相说话就能听到 但是它的前提在于哪呢 前提在于这些墙壁 特别的光滑 特别的光滑 尤其是现在啊 就现代人吧 现代人就手都比较欠 就是那个过去以后对不对 哎呦天那么热 完了手上出那个汗 在那个墙壁上 好光滑好凉啊 对不对 就摸摸摸 慢慢就摸成什么样 慢慢就摸成坑坑洼洼的 坑坑洼洼的那还能折射吗 就没有办不是还能反射吗 没有办法反射了 没有办法反射 只能变成什么呀 只能变成慢反射了 是不是 这不一定的慢反射 升学 还有升学这种东西 没听说过 你们不会不知道 那个声音是波吧 声音是波 光也是波 光的玻璃二相性 说的光学性质 这叫做波的性质 好了 你们好像还要升学 升学是个什么呀 那都叫做波的传 波的传递 都叫做光学性质 好来 各位同志们 那么什么叫椭圆 椭圆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椭圆这个东西呢 其实很简单 椭圆尤其是什么呢 尤其是 来给各位简单介绍一下 什么叫椭圆呢 来 各位同志们 您看清楚啊 什么叫椭圆 椭圆的这里边说呢 说如果有两个定点 有两个定点 咱说了嘛 对不对 由一个圆 被张亮一屁股 做成了两个心 对吧 两颗心 分开了 这就是那两颗心 所以叫 所以叫两个定点 F1 F2 现在呢 说有一个动点P 这是动点P 动点P 到两个定点的距离之和 是个定值 就是PF1 加上PF2 是个定值 永远不变 这个时候 它就 这个动点就形成一个椭圆 你们来看一下啊 是不是形成一个椭圆 分说你看 是不是形成一个椭圆 这就是形成一个椭圆 是不是 就只要PF1 加PF2 是个定值 就会形成一个椭圆 那你说老师 这个定值是几呀 我不知道啊 有可能 有可能是1 有可能是2 有可能是3 有可能是4呢 对不对 他有可能大一点 对不对 有可能小一点 他都有可能啊 有可能大点 有可能小一点 都有可能 就这样 他就形成一个椭圆 这个东西 谁最清楚 我跟你们说一下 谁最清楚啊 有没有人家里边 是做那个木材生意的 有没有家里边 做那个 就比如说 木头家具的 做家具的 有没有做家具行业的 有没有 如果谁家里 有那个做木头的 就比如说 家里边那个木匠 对吧 木匠 如果你说 请在这个木板上 画个椭圆 这个木匠会怎么画呢 木匠就会在这 先钉两颗钉子 先钉两颗钉子 钉了两颗钉子以后呢 拿根绳子 一头系在这 一头系在这 这个绳子 本来是个 松松垮垮的 一根绳子 然后呢 他拿一根铅笔 拿根铅笔呢 把这个绳子 钉直了 把这个绳子 钉直了 钉直了 为什么要钉直了 因为这根绳子的长度 是不变的 绳子的长度不变 如果你把这钉 钉直了 钉直了 是不是这就会出现 这个PF1和PF2 其实就是 整根绳子的长度 对不对 然后呢 拿这根铅笔 就在这转圈 转圈 转圈 这就是个椭圆 明白了吧 这就是椭圆 它用的就是椭圆的定义 PF1加PF2 是个定值 是那根绳子长度的定值 明白了吧 这就是椭圆 这也是椭圆的第一定义 就是说 PF1加PF2 是个定值 好的 那我现在我问一下 我问一下什么呢 来 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 我刚才说了 我说这根绳子 是个 如果把这个绳子 刚系上的时候 是个什么绳子 是个松松垮垮的 你还记得吗 还记得不 我是不是说 我说绳子一头系这 一头系这 整个绳子 是松松垮垮的 完了拿个铅笔 把它奔直了 为什么 它是个松松垮垮的 才能奔直了 因为你奔直以后 各位 这是个什么形状 这是个三角形 同志们 如果把它奔直了 这是不是个三角形 三角形 有个特性 叫做两边之和 大于第三边 你还记得不 也就是说 PF1加PF2 一定要大于F1 F2 这样的才能叫椭圆 好吧 如果你想想 如果它要是不大于 那你怎么能 能把它奔出来呢 是这意思不 这 你就比如说 各位 来你看 如果咱们这根绳子 你拿那个绳子 你去系的时候 这儿钉了颗钉子 这儿钉了颗钉子 拿那个绳子 这儿系上了 完了这儿也系上了 结果在这儿 顿直了 结果在这儿 顿直了 来 各位 同志们 那我问一下 如果你把这根绳子 直接在这儿 顿直了 你那根铅笔 还能把这个绳子 给画出去吗 画不出去了吧 不能凳出去 是不是 你那个铅笔 不能凳出去以后 你那个铅笔 能在哪画 同志们 你想一想 这根铅笔 挨着这根绳子 你凳不动 拉不动 拉不动以后 这根铅笔 能怎么画 是不是只能这么画 同志们 是不是只能在这个绳子 绳子中间来回画 是不是只能在绳子 中间来回画 你没有办法 顿出去啊 所以你画的时候 是不是也只能在 这两根 两个点之间画 画的是个什么 画的是不是个线段呢 所以如果PF1加PF2 如果就等于F1 F2 就刚刚好 就是F1 F2 那你能画出来的是什么 是不是线段呢 就只能画出个线段 而画不出椭圆 那各位同志们 那我再问一句 那有没有可能 小于F1 F2呢 朋友们 PF1加PF2 有可能小于F1 F2吗 不可能吧 我一根绳子 然后呢 这儿记上了 是不是这儿记上了 完了你告诉我 PF1加PF2 小于F1 F2 你告诉我 那头能记上吗 那头能记上吗 那头还能 还能记上去吗 肯定记不上去了呀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东西 还存在吗 它就不存在 好吧 不存在 这就是椭圆的定义 所以各位同志们 你看 椭圆的定义 我们要求什么呀 有两个定点 有一个动点 我们要求两个距离之和 是个定值 就是PF1加上PF2 是个定值 如果是个定值 那得到的是个什么 是个椭圆 当然了 如果是大于 F1 F2 是个椭圆 等于F1 F2 是个线段 小于F1 F2 是不存在 好吧 来 看这些 动点P到两个定点 F1-40 F2-40 所以F1 F2的长度 是不是刚好是8 是不是刚好是8 说动点P到他们 两个点的距离之和是10 则动点P的诡计是什么 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椭圆 就这个吧 对不对 就是这个吧 就是椭圆 刚好这个定值10 是大于8的 对不对 所以就是个椭圆 就是这么很简单 好吧 所以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动点如果PF1加PF2 是大于F1 F2的 就是个椭圆 如果等于F2 就是个线段 如果小于F1 F2 是什么呀 不存在 是不是 不存在 来再往下看 来 以致F1 F2 是定点F1 F2等于6 若定点 若动点M 满足MF1加MF2等于6 则动点M的轨迹是什么 是不是线段 这刚好这是6 这也是6 两相等的 所以是不是线段 对不对 还有这种题 以致什么点F1-30 F2-30 也就是说 F1 F2的长度是几呀 是个6 那么说MF1加MF2等于5则点M的轨迹 这一看就不存在呀 是不是 5是不是小于6啊 所以是不是不存在呀 所以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椭圆的定义 有了椭圆的定义 各位 咱总不至于说 你说到了高考的时候 给我出这题吧 是不是 到了高考 人家肯定是要出椭圆的方程的 咱们是不是得求出椭圆的方程啊 那椭圆的方程 咋求呢 咋求呢 这个时候咱有个定义 咱首先得说一句啊 首先得说一句 说一句 各位同志们 首先咱们来先来看这个动 咱们先来把椭圆这个标准方程 在写之前 咱们先规定几件事 规定什么事呢 同志们来 同志们来 规定几件事啊 规定什么事 哎呀 话歪了 随便吧 好吧 来各位 这里是不是椭圆 这样是不是椭圆 这样是不是椭圆 虽然画的不标准啊 但是你们知道 这是不是椭圆 那我同志们 我问一下你 这种椭圆 一看我就知道方程报求 你们信不信 你们到了大学 你们也不学这种 你们到了大学 有人到大学 有人会学那个叫什么 黎曼几何是吧 这个就看各位了啊 有人会学黎曼几何 到了哪怕学到了黎曼几何 里边这种也报求 特别难求 所以我们压根就不会学这种椭圆 我们为了让你们觉得简单一点 各位同志们 同志们 我们为了让你觉得简单一点 咱刚才说了呀 你看同志们 你看咱刚才说了呀 椭圆在这 哎呦 拿这个图包不好 拿这个图包 重新画一个吧 各位 咱刚才说了 椭圆 画的不够 画的不够好啊 理解一下就行了 好吧 理解是个理解是个椭圆的意思 就可以了啊 画的不够标准 咱说了椭圆里边是有两颗焦点的 对不对 有两颗焦点啊 有两颗焦点 好 各位同志们 那么我们为了表示一个比较简单的椭圆 我们会怎么表示 我会怎么表示 我们是不是会让两个焦点如果对称起来 是不是就好多了呀 各位是不是 如果我们让这个椭圆 刚好它的正中心在圆心这 正中心刚好在圆心这 两个焦点分别落在坐标轴上 而且是个对称的形状 这样是不是就好多了呀 是不是好多了 那同样的道理呀 各位 那有没有可能 这两个焦点落在外轴啊 有没有 有没有可能 两个焦点有没有可能落在外轴 是这样对称 可不可以 是也可以啊 这样对称是不是也可以啊 是这样对称也可以 但是我不管你焦点是落在X轴还是落在Y轴 都无所谓 但是他们都必须保证什么 必须保证是对称的形状 所以我们就可以简单的去来给椭圆下一个简单的定义 什么简单的定义 各位同学们 假如说F1 F2这两个是焦点 就刚才那两个定点 这两个点落在X轴的时候 它这个坐标 我就假设为-C0 假设为C0 没问题吧各位 我假设它的坐标是-C0 假设它的坐标是C0 OK吧 假设啊 你千万不要再问我 老师为什么它是-C0 为什么它是C0 假设假设 假设 EV Y哦 可以啊 好的那各位同学们 你们还记得我昨天说过一句话 我说求任何轨迹的方程 都是在那个轨迹上找到动点的坐标 XY表示出X和Y的关系是 你们还记得吗 还记得我这句话吗 我说任何轨迹的方程 都是找到一个动点 假设动点是XY 表示出X和Y的关系是 记得是不是 那这不也一样吗 咱们椭圆的定义是什么 咱们椭圆的定义是不是叫做 PF1加上PF2是个定值 你们还记得吗 PF1加PF2是个定值 是这个定义吧 那这个定值是几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也假设一个 对吧 I4 对吧 也假设一个它的定值 咱假设它的定值是2A 假设它的定值是2A 那这个2A就会大于谁啊 是不是要大于F1F2 F1是-C0 F2是C0 所以F1F2是不是2C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又会出现 A大于C 明白了吧 因为老师呢 为什么不说这个定值是个小A 为什么非得说2A 为什么说2A 其实跟这个2C是对应的 明白了吧 这样的话就能得到A大于C 如果我假设它是A怎么办 如果我假设这个定值是A 那这就会得到的是什么 是A大于2C 所以这样你看看起来没有那么方便 对不对 没有那么方便 所以咱们为了方便 咱们就干嘛呢 咱们就假设这个地方定值是个2A 一旦我说PF1加PF2是定值2A 大于F1F22C 那就有A大于C 就不会再有那个 你出现一个一倍 它出现一个两倍的情况了 行不行 好 那怎么写它的方程 那定义有了呀各位 定义是不是叫做 PF1加上PF2等于2A 这是不定义 来刚才点P的坐标 我们也知道了呀各位 那你看点P的坐标 点P的坐标是什么 点P的坐标XY 点F1的坐标是不是负C0 点F2的坐标是不是C0 各位同志们 你能不能用两点间的距离公式来表示 能不能用两点间的距离公式来表示 能不能 F1F2的绝对值是那么箱的 啥意思 绝对值 哪有绝对值啊 这叫做距离符号 这不叫做绝对值 这叫做距离 这个点F1F2的距离 我的妈呀 怎么能让他脸相加呢 来各位同志们 这个PF1PF2 能不能用那个PF1PF2的长度 能不能用咱们两点间距离 那个距离坐标公式能不能求得 可以吧 来两点间的距离公式写了啊 PF1的距离 是不是啊 是不是一个XY一个是负C0 所以咱写的话是不是 X加C的平方加Y方 再加上根号下 X减C的平方加Y方等于2A 你只要把根号去掉 你就可以得到XY的关系时 化减就可以了 化减就可以了啊 当然同志们 我不要求你们会化减 好吧 我不要求你们会化减啊 因为这个说实话 还需要一点那个计算水平 如果说你想 你说老师对不对 你说老师我就想 我就想知道啊 你如果你就想知道的话 你可以下去自己试一试 好吧 我可以给各位写一下啊 各位能跟上的就跟上 跟不上的不用管 明白了吧 跟不上不用管 中间的那计算过程啊 但是我建议各位下课以后去做一做 首先各位同志们听我说啊 这有俩根号 咱知道根号的话 如果想要去根号就得做平方 做平方就能去根号 但是两个根号都在左边 不能够直接平方 如果直接平方有俩根号 是不行的 所以必须保证左边一个根号 右边一个根号 所以就会得到先一项 根号下 x加c的平方加外方 等于2a减去根号下 x减c的平方加外方 挪过去一个 挪过去以后 等号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根号 完事怎么办 完事两边进行平方 那这个平方完了得到 x加c的平方加外方 这得到4a方加上它的平方 x减c的平方加外方 再减4a乘以根号下 x减c的平方加外方 这平方以后 平方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行销了 你看这有个外方 这有个外方就销了 那这x加c的平方 这x减c的平方也可以展开 他说你看 他展开是个x方加2c倍的x 再加c方 他展开是个x方减2cx再加c方 是不是 我直接写吧 4a方加上它 减去4a根号下 x减c的平方加外方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这个c方 这个c方没了 这个x方 这个x方没了 这有个减2cx 这有个加2cx 挪在一起 搁一起 4cx等于4a方减去4a倍的根号下 x减c的平方加外方 好的各位 这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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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4都约掉 同志们把4都给约掉 4约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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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cx等于a方减a乘以根号下 x减c的平方加外方 这个时候 这又有根号 咱把根号割一边 不带根号的割一边 这样的话就可以对那个根号再平方 所以会得到 a乘以根号下 x减c的平方加外方 等于a方减cx 那很明显 这有个a不得劲 把这个a给除过来 就可以得到根号下 x减c的平方加外方 等于这除以a 得个a减a分之cx 这个时候两边再平方 两边再平方就可以把这个根号去掉了 得到x减c的平方加外方 等于a减a分之cx完全平方 把这些完全平方都展开 会得到x方加c方减2cx加外方 等于这展开 a方加上a方分之c方x方减2cx 好的 各位同志们会发现 这里有个减2cx 这里有个减2cx 约掉约掉 就会得到 就会得到一个x方加c方加外方 等于a方加上a方分之c方x方 好问题来了 好问题来了 这有x方 这也有x方 把它们合并到一起挪到一起 这有c方 这有y方 把c方挪一边 会得到x方减去a方分之c方x方加外方 等于a方减c方 再然后把它通分 它一通分不就合并到一起了吗 通分得到a方分之a方减c方倍的 x平方加外方等于a方减c方 中间的计算过程 好 那各位同志们 来看一下最后 看一下最后 最后我们化减得到了一个 a方减c方除以a方倍的x方加外方 等于a方减c方 没大招吗 这不定义吗 定义都没假 那这有大招吗 啥呀 来各位来看一下 这里有个a方减c方是不是 这有没有个a方减c方 朋友们 这有个a方减c方 这有没有个a方减c方 又吧 两个都有a方减c方 假如说 假如说 我用一个东西来代表这个a方减c方怎么样 我假如说对不对 我令b方等于a方减c方 这是不是又变成了一个b方除以a方x方加外方等于b方 这就是椎原的标减c方 这就是椎原的标准方方程 这就是椎原的标准方程 这就是椎原的标准方程 x方比a方加外方比b方等于1 当然了各位同志们如果啊如果说啊如果说你说老师都在中间那个计算过程好麻烦 我都说了100次了对不对 我都说100次了 我说如果你要觉得麻烦你就可以到最后直接看这儿 我说我 我说了 我说不要求各位记中间的 不要求记各位中间的计算 我也说了 我说如果你要是想要想要让自己的计算量变大一点 可以去自个下去下去去计算一下 我是不是这么说的 所以如果同志们 如果听我说啊 听我说 如果你们的目标 如果你们的目标就是老师我躺一躺算了 高二嘛就躺一躺算了 你就把它背下来 如果你要是真的想要去提分 我建议各位运算量将会是你们永远没有办法跨越的一个东西 明白我意思吗 到了高二 各位同志们不要想着你说老师 我一步就出来答案你各位你不用那么想 中间一定有很多的计算 我建议各位同志们该下去计算该计算 好吧 这已经是这已经是怎么着呢 这已经是我给各位简化的不行了 各位同志们 我简化到这个步骤呢 每一个步骤我都给各位去做简化 我留着我留着下课以后你们可以对照 完了擦的那部分没了 来各位我留着我留着 你们知道如果 如果我要自个推的话 我还给你们这么写 我自个推的话早就写完了 我自个推的话 那根号下 根号下 x加c的平方加外方 加上根号下 x减c的平方加外方等于2a 我直接写了根号下 x加c的平方加外方等于2a减去根号下 x减c的平方加外方 两边平方得到 两边平方我就没有中间那小步了 我就直接写了 x方加2cx加c方再加外方 等于4a方加上x方加c方 减2cx再加外方 再减4a乘以根号下 x减c的平方加外方 该约的约掉 约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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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得到4cx等于4a方 减去4a根号下 x减c的平方加外方 把4约掉约掉约掉 得到a方减cx再除以a等于根号下 x减c的平方加外方 再平方就会得到 再平方就会得到a方加上 a方分之c方x方 再减2cx等于x方减2cx加c方再加外方 好的 这减2cx减2cx约掉 一化减得到a方分之c方x方 x方减去它再加外方 等于a方减c方 所以得到a方分之a方减c方倍的 x方再加外方等于a方减c方 我就写完了 我就真的写完了 所以各位同志们 真的这个计算是计算能力 需要各位下课去做的 就做好吧需要下课去做的就去做啊 你要是那个你要是永远你要是永远觉得你说老师我直接得到答案你那那你就甭想好吧高中数学你就甭想啊 甭想一加一等于二好吧没有那好事啊没有那好事啊 所以很简单的基本上这种东西啊这种东西如果做熟练的话你就感觉跟感觉跟玩一样啊就感觉跟玩一样 为什么两个根号不能放一样你放一系自己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你放一系试试平方不就知道了吗 你没见过a加b的完全平方等于a方加b方加2ab 见不见过 来那你说这有个根号这有个根号相加来完全平方 中间会不会出现两倍的根号乘根号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中间是不是会出现这个两倍的根号乘根号 那你告诉我两倍的根号乘根号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里边俩东西不一样里边俩东西不一样 对不对 这个东西两个根号的平方在初中应该就学了啊 来 也就是说各位同志们咱们刚才得到的方程 对不对 你看这个点f1是-c0点f2是c0 这个点p是xy咱最后得到的是不是叫做 x方除以a方加y方比b方等于1 这是不是叫做椭圆的标准方程 是不是椭圆的标准方程 那么这个椭圆的标准方程 各位同志们有没有记得这个b方是怎么来的 你们还记得吗 同志们还记得那个b方是怎么来的吗 我们为了方便简化这个式子 我们令b方等于a方-c方 是不是换源得来的 是不是射出来的 是不是换源得来的 所以这里边是不是得到的b方 应该是个a方-c方的意思 那意思是不是就是说b方加c方等于a方 那我问一下 在abc的三个数里边谁最大 在abc的三个数里边谁最大 谁最大 是a最大 a最大 a最大 好的那各位同志们你看 咱刚才推出的是什么 咱刚才推出的是不是叫做 两个焦点在x周 一个是-c0 一个是c0 对不对 是不是在x周 我是不是也讲了 焦点是不是有可能还在外周啊 焦点是不是有可能还在外周啊 啊 是不是有可能 这有一个焦点f2是0c 这有一个焦点f1是0-c 说一个点p动点xy 你如果想要去推导一下 你可以按照刚才我们所说那个过程去推导 只不过f1f2的坐标变了 一个是0c 一个是0-c 刚才是-c0和c0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不用推 为什么不用推呢 因为 各位 这个椭圆跟这个椭圆只有什么的变化 是不是只有横纵坐 坐标的变化 横坐标变成纵坐标 纵坐标变成横坐标 是不是这样 只有横纵坐标在变化 我本来你看 本来是在 本来应该是个横坐标 现在变成了纵坐标 对不对 那本来原来是个纵坐标 现在变成了横坐标 也就是说横纵坐标的变化 那也就是说 我把这儿的x和y 调换一下就行了 所以焦点在y轴上的椭圆 前方称是y方比a方加x方比b方等一 这个叫做焦点在x轴 这个叫做焦点在y轴 这个叫焦点在y轴 当然你说 加哥我不信 你要是不信 你下去可以现推 你要是不信 你下课可以去现推 可以现推去 依然 在里边依然是干嘛呢 依然是令b方等于a方解c方 依然是令b方等于a方解c方 好吧 你想现推 你就可以现推 有没有想 下课可以自个试一试啊 好的那各位同志们 那也就是说 咱们的椭圆的方程是什么呀 如果焦点在x轴 就是x方比a方加y方比b方等一 如果焦点是在y轴 那就会是y方比a方加上x方比b方等一 就是这样 来 一个在x轴一个在外轴怎么办 怎么办 两半 大哥压根都不听是吧 焦点一个在x轴一个在外轴 那我就没轴了 好吧 我就没轴了 好那各位同志们 那我再问一下 假如说 同志们 我给了一个方程 x方比4加y方比2等1 给了这么一个组圆的方程 同志们 你能不能判断焦点在x轴 还是焦点在外轴 或者说你们怎么去判断 焦点在x轴还是焦点在外轴 啊 怎么判断 在x轴为什么在x轴 为啥在x轴 啊 4比2大 它那大小 看分母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在这儿啊各位 你看 咱刚才讲了谁是最大的来着 A是最大的 咱刚才讲的是A是最大的 那在这儿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如果它的分母大 是不是就在x轴 也就是说如果x平方下边分母比较大 那就在x轴 如果是y方下边分母比较大 那就在外轴 所以给各位写这个x方比4加y方比2等1 这个椭圆的方程的焦点就在x轴 如果给各位写y方比4加x方比2等1 很明显它下边比较大 所以就在外轴 对不对 也就是说各位同志们可以记住一句话 谁大在谁轴 好吧 谁大谁的分母比较大在谁的轴 当然各位同志们 这里边我们规定的是什么呢 规定的首先 这里的ABC就是证书 ABC就是证书 好吧 就是证书 为什么都是证书你们知道吗 同志们为什么知道 为什么都是证书知道吗 ABC就是证书 知道吗 对距离 都说了你是PF1加PF2 这是距离等于2A F1F2的距离等于2C 所以距离都是证的 所以咱规定ABC都是证的 那这底下也都是证的 因为为什么底下都是证的 因为底下带着平方 是不是啊 底下带平方 所以也都是证的 来拿给各位看这题呢 若方程x方比上6-k 加上y方比上k-2等1 表示焦点在x轴上的椭圆 则实数k的取值范围 首先各位同志们 焦点在x轴上的椭圆 你如果是椭圆的话 就像咱刚才说的 分母里边 是不是一定都是证书啊 这里边的6-k 是不是得大于0 k-2 是不是也得大于0 这两个分母 是不是都得大于0 并且 并且什么 并且你是焦点在x轴 所以x方下边的分母更大 所以6-k大于k-2 是不是 因为你是焦点在x轴 所以它的分母会更大 所以6-k要大于k-2 所以解方程第一个得到k小于6 第二个得到k大于2 第三个得到k小于4 是吧 所以是不是咱和平一起 是不是k大于2小于4就可以 是不是选b这样 那就这啊 简单吧 那同志们 那各位看这个题呢 若方乘x方比上m加4 减去外方比上m-2等于1 表示椭圆 首先各位这是个什么号 这是个减号 咱们要的是不是加号啊 那他这个减号怎么办呢 他这个减号怎么办 咱是不是得先把它变成加号 x方比上m加4 把减号变成加提个负号出来 是不是加个把m-2提个负号出来 是不是变成2-m分支外方分一 对不对 把这提个负号出来 对不对 提个负号出来放到前面不就行了吗 这提个负号不就变成2-m吗 那么现在它就是椭圆的标准方程样子 而我们要求这两个分母都要大于0 m加4大于0 2-m大于0 各位同志们 这题目有说焦点在哪吗 有说焦点在x轴还是在y轴吗 没有说 没有说你能判断这两个谁大谁小吗 同志们 没有说他们 没有说是在哪个轴你能判断他们两个谁大谁小吗 是不是不能判断他们两个谁大谁小 对不对 有可能你比他大 也有可能你比他小啊 无所谓啊 是不是 分类讨论 分类讨论什么呀 为什么要分类呀 我不理解啊 同志们为什么要分类呀 同志们我有点不理解为什么要分类呀 咱不就是说他俩只要不比较大小就行 不比较谁大谁比谁小就可以了 为啥分类呀 我都不理解了 你可以比他大 你也可以比他小 不用管就完了吧 是不是啊 所以是不是得到m大于负4 m小于2 所以是不是负4到2 是不是选B 对不对 比不出来是不是啊 不用比他俩谁大谁小 对不对 没问题吧 没问题吧 没问题的都是错的 没问题的都是错的 来你们听我说啊 你们听我说 我说的是不用比谁比谁大 谁比谁小 我有说他俩能相等吗 啊 谁比谁大 谁比谁小 他俩会涉及到相等吗 啊 你至少不能相等吧 我不用管他俩 我不用管他俩谁比谁大 谁比谁小 但是你俩一定不可能相等 是不是啊 你俩一定不可能相等 所以是不是需要m加4 还有一个不等于2-m的 所以是不是还要有一个m不等于 解-1 所以你是m还得不等于-1 所以是不是你得是m大于-4小于2 是不是还得并且m要不等于-1啊 所以是不是应该选C啊 是应该选C啊 所以各位同志们请记住了啊 虽然说你不用比较他们两个谁大谁小 但是一定不能相等啊 因为至少有一个是大有一个是小 我只不过不知道而已 但是永远不会相等的 经养 永远不会相等啊 哎呀 好有意思 你看 对不对 一说的话 你说老师题目里面没有给X轴Y轴 我就分类讨论 不用分类讨论 经养 椭圆一定不会分类讨论的 就比如说你来吧 求中心在坐标远点 对称轴为坐标轴 没有说是焦点 对称轴是坐标 没有说焦点在X轴还是焦点在外轴 且经过点A和点B俩点的拖延放掉 人家有说焦点在哪吗 没有啊 有说焦点在X轴吗 没有啊 有说焦点在外轴吗 没有啊 分类讨论 分类讨论 是不是分类讨论 所以如果 所以各位讨论 是不是如果焦点在X轴 我就假设 X方比A方加Y方比B方等于1 如果焦点在外轴 我就假设 Y方比A方加X方比B方等于1 因为这个椭圆经过两个点 经过两个点就是点在椭圆上 咱是不是可以带入啊 我把这个点带入 得到一个什么呢 把这个点带入 3比A方加上-2的平方点4 4比B方等于1 也经过这个点 把这个点也带入 -2被跟3带入是个12比A方 加上1带入1比B方等于1 来各位 联理能不能解除A方等于几 B方等于几 能不能解出来 可以是不是 这不就是二元一次方程组吗 可以解出来吧 可以解出来 那当然你还可以干嘛呢 你是不是还需要带入第二个呀 这个是不是也得带入啊 你是不是把这个点给它带入 得到几呢 把这个点给它带入是个-2带到Y 是个4 4比A方 把根号3带进来是个3比B方等于1 把这个点也带入 1带到Y 1比A方 加上-2被根3到这 12比B方等于1 是不是 再解除A方等于几 B方等于几 是这意思 各位不用 不是我小乔各位啊 你们信不信 有咱班得有一小半人 对吧 他算不出来 你们信不信 啊 你们信不信 得有一半人算不出来 为什么一半人算不出来 因为A方B方在分母 不是那种什么2X加Y等于1 X-Y等于2 不是这种题 不是这种 你要是这种 我觉得你们都能算出来 但是他们在分母 在分母就得有很多人算不出来 我刚才说了一句话 我说所有的椭圆都不用分类讨论 你们记得吗 那为什么在这还要分类讨论呢 你看到没有 那为什么不 看到没有 这个一定不会算 施曼一定不会算 通分 为什么要通分呀 这种计算不要通分好吧 谁通分谁不会算啊 这种东西谁通分谁不会算 明白了吧 刚才还有人是在说啊 因为通分不就行 谁通分谁不会 就明确的告诉你们了 谁通分谁不会 通什么分哪 我都纳了闷了 各位 你就比如说这俩东西咋 这俩东西咋解 这俩东西咋解 那咋算 这是个B方分之四 这是个B方分之一 两边乘以4不就完了吗 两边乘4不就完了吗 A方分之四十八加上B方分之四等于四 相减不就完了吗 通什么分哪 这这上下一减不就把这两边减了吗 不就只剩A方了吗 为什么要通分哪 用下边减上边得到A方分之四十八 减去A方分之三等于三 所以A方分之四十五等于三 为什么要通分哪 所以得到A方得十五 你在通什么分哪 你在通什么分哪 所以我说这个 所以我说谁通分谁不会 哈哈哈 来各位不用分内讨论啊 不用分内讨论 给各位讲个东西 讲个什么东西呢 来同志们 来同志们 来首先啊 首先 首先各位 来同志们 Rx方比4加Y方比2等于1 这是个椭圆吧 同志们这是个椭圆 那我 能不能把它写成 4分之1 4分之1倍 四分之1倍 整个椭圆 那如果我写个 X方 写个这个吧 写个2X方加Y方等于1 来各位能不能写成标准形式 能不能化为标准形式 就是变成这个 X方除以A方加Y方 比B方的就是变成除的 能不能变成除的 可以吧 是不是把它变成 X方除以 1分之1加Y方 是不能变成除以2分之1 是不是除以2分之1 那各位 你看 这个是不是交点在Y轴 这个是不是交点在Y轴 这个是不是交点在X轴 无论 你看同学们 你无论交点是在X轴 还是交点是在Y轴 我都可以把除的变成成的 我也都可以把成的变成除的 对不对 都可以把成的变成除的 除的变成成的 都可以是不是 那同学们 那你们有没有发现 来各位 我随便写一个 MX方加N外方等于1 来你告诉我 它是交点在X轴 还是交点在外轴 你知道吗 我随便写一个 MX方加N外方等于1 你知道吗 不知道 知不知道 所以各位 这个式子能不能代表所有的 你有可能交点在X轴 有可能交点在Y轴 关键问题是你解出来M和N是几 对不对 你解出来MN是几 我就知道它是交点在X轴 还是交点在Y轴了吧 那不就结了吗 那结了呀 我知道这个交点在X轴还是Y轴吗 我不知道啊 那我就设MX方加N外方等于1 我解出来M和N 我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对不对 这个既可以代表交点在X轴 也可以代表交点在外轴啊 那我把这个点代入 来代入以后得到3M加上4N等于1 把这个点代入得到12M加N等于1 来这个时候你会解不会 同志们 这个时候你会解不会 这你总会解吧 你跟我说这你不会解 我就我就麻了啊 这会解了吧 是不是你们学过的二元一次方程组 啊 是不是这样 二元一次方程组 是不是可以解出来 你把下面乘个 把下面乘个4 48M加4N等于4 上下相减 得到45M等于3 所以M等于15分之1 看到没有 M等于15分之1 再求N 是不是再求N 不可以量 是不是啊 M等于15分之1 带到这里边求N呗 那你带进去求N 15分之1 3乘15分之1 加上4N等于1 就可以得到4N等于5分之4 所以N等于5分之1 所以M等于15分之1 N等于5分之1 来带进来 你会得到15分之1倍的 X方加5分之1倍的 Y方等于1 所以得到X方比15 加上Y方比5等于1 是不是X方比15 加Y方比5等于1 所以焦点在哪 所以焦点在哪 焦点是不是在X轴啊 焦点在X轴 所以焦点在Y轴会有解吗 刚才咱们写那个分类讨论 焦点在Y轴会有解吗 没有解 刚才如果你分类讨论的话 焦点在Y轴是没有解的 只有这么一组解 这就是答案 好吧 这是答案 来 请各位记住了 请各位记住了 如果题目里边没有告诉你焦点在X轴还是焦点在Y轴 怎么设 怎么设 不要分类讨论 要和2为1 设成MX方加NY方等于1 要设成这个东西 记住没有 MX方加NY方等于1 所以刚才这种题 来 下边一个题 第二个 经过点P1 1 3分之1 3分之1 P2 0 2分之1 两点的椭圆的标准方程 没有说焦点在那 直接设MX方加NY方等于1 把两个点坐标带进去 9分之1M 加9分之1 N等于1 再带入这个 0带入这是0 2分之1带入4分之1 4分之1 N等于1 可以解得N等于 这解得N等于4 这把N等于4再带到上边 M等于5 所以5X方加4Y方等于1 好吧 这就是椭圆的方程 但是各位同学们请记住啊 这可不是标准方程 一定要写成标准方程 写成除的形式 除的形式就是 X方除以5分之1 加Y方除以4分之1 等于1 一定要写成除的形式啊 除的形式才叫做标准方程 那这个焦点在哪 焦点在外轴吧 是不是这个分母比较大 4分之1比5分之1要大 所以焦点在外轴 焦点在外轴标准方程 要把Y写到前边 所以这应该写的是 Y方除以4分之1 加X方除以5分之1 等于1 先记住了 好吧 焦点在外轴 那咱就把Y方写到前头 标准方程 Y方写到前头 好吧 来歇会儿 没有一个小时过去了 还行吧 各位同志们 最起码椭圆的标准方程 咱是不是全都认识了 而且是不是也就 还好呀 是不是也就还好啊 就一个X就一个X方 除以A方加Y方 比B方等于 不知不觉听了一个小时了 不知不觉听了一个小时了 时间过得好快是吧 时间过得好快 可以啊 你迟到了半个小时 站上去 怎么鬼迟到半个小时 也就是说大哥 也就是大哥 你那个你没有听推导 是不是 你没有听推导 你没有听推导 来那个刚才说 把他刚才说 把这展示出来 给你展示出来了 有没有展出来了 没听天谈 不知道 不知道那个君权神兽 不知道那个王权天兽 是吧 不知道这个事啊 那你要是不知道 哎哟我讲历史 我上的历史课 你们竟然不听 讲道理啊 说实话 我历史比数学学的好 我历史比数学学的好 你知道吗 我上高中的时候 跟你们说那会儿啊 特爱上历史课 特别爱上历史课 但是后来选了理科 发个红罐 那我怎么不当历史了 因为那个历史不好拿分啊 说实话历史不好拿分啊 对不对 历史啊 政治啊 地理啊 不是很好拿分的 像物理啊 化学 生物啊 我感觉特别 特别好拿分 那物理高考考满分啊 是吧 物理高考考满分 化学扣了三分 生物扣了十分 像以前的 像生物啊 之类的 就那种生物 生物的 生物我记得有那种 叫什么来着 就那个 雪月 雪液循环图 雪液循环图 我记得那时候 我都是图手画 雪液循环图 图手画 还有那个学地理 那个叫什么 大洋环流 大洋环流 图我都是图手画 你把 物理还没好远的呢 我跟你说啊 各位 物理很简单 到了大学以后 物理就会超级难 高中物理超级简单 大气环流 大洋环流 洋流嘛 画洋流嘛 什么热带洋流嘛 对不对 不是画的是 不是画的 我记得那时候 画那个热带洋流的时候 经常考哪 经常考欧洲那块 什么格陵兰岛 是吧 在格陵兰岛那 那个什么捕鱼业 捕鱼业特别发达 为什么在格陵兰岛 捕鱼业特别发达呢 因为从太平洋过来的温热带洋流 带来了更多的氧气 带来更多的小鱼小虾 带来更多的食物 所以导致格陵兰岛附近那边的捕鱼业 就会特别发达 是吧 尤其是在洋流交汇的时候 对吧 从温热带洋流到了北极 到了北边那边冷的那个洋流 对吧 一交汇就在那边 就特别多 来那个老规矩把A选一下 把学份拿一下 还有像今年那个叫什么来着 像今年的 这叫什么来着 像今年的这个叫什么 沃尔尼诺现象是吧 沃尔尼诺呀 什么拉尼纳呀 对吧 沃尔尼诺现象就会特别特别那啥 像北京那块以前 像北京那块就有点神奇呀 讲道理应该有那个什么 有那个应该叫什么来着 热岛效应是吧 有那个热岛效应 本来热岛效应应该在 应该在内城下雨下的更大 但是在今年下到哪 下到了门头沟跟那个房山那块 那块属于山地 那应该是因为 应该是因为山地的影响 对吧 把那个台风刚好停留到那了 把那个什么刮过来的那个急雨云 刚好停到了那块 所以那边下的特别大 要不然因为那个温岛 热岛效应的话 一般都是在内城下的比较大 来选A还是选A把分拿下 听说物化症很难 好简单的 来还是选A啊 还是选A 这分拿来干啥用 这个分拿着那个留着 这分留着好吧 来 来5 4 3 2 1 收了啊 遗传好难 遗传好简单 我不是跟你们讲了吗 孟德尔好简单 是不是 孟德尔定律 遗传定律到你们 你们不是学那个什么豌豆是吧 有那个什么皱皮的豌豆是吧 有那个光滑的豌豆 有那个皱皮的豌豆 有什么颜色的豌豆是不是 有等等的那个豌豆 那之类的各位 那就是概率 那就是排列组合 那就是排列组合啊 等你们学到了那个 等你们到了那个高二 高二下学期 到了高二下学期 咱们学了排列组合以后 你们就会发现特简单 好吧 排列组合 你们就会发现特简单 那就基本就是闭着眼睛 都能做的对好吧 我高考 我高考生物被扣分 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那个 因为那个叫什么来着 我想想那个叫什么来着 就食物链 对因为食物链少血泪环 食物链少血泪环 那直接被扣了全分 食物链少血泪环 可惜很可惜 来那个各位同志们 咱首先得说一句 首先得说一句 各位有时候我说的简单 但是对于你们来说 可能没那么简单 大家那个别人信我那个话 我这个我吧 我有时候我就觉得就会 比如说有时候 我觉得那个物理会特别简单 为什么觉得物理会特别简单呢 因为只要你要是觉得 那个物理里边 能够把所有的方程都找到 把方程列出来 连理方程 就能写 就能写 就能 就能得到结果 好吧 所以那个东西还是挺 还是挺简单的 但是你要说语文吧 语文 语文就还好吧 是吧 语文高考做事先跑题了 语文高考做事先跑题了 这是个 这是个 这是个特殊案例 这是个特殊案例 特殊案例 但是我语文挺好的 我语文挺好的 英语 英语也简单的 英语这东西 说实话挺靠天赋的 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说英语挺靠天赋的呢 就是英语课本 咱们英语课本里边 后边是不是有大概十来页 都是那个英语单词 每次发现了新课本以后 我都是直接拿英语课本 我就跟我同哥说 我说你看给我掐着表 15分钟我背下来以后找你默写 我就把所有的生单词 我就15分钟就全背下来了 然后他就让我默写 他给我挑 递几 挑那个递几行 递几个 然后我就给他写出来了 所以这个东西说实话 很考验 很吃天赋 英语这东西很吃天赋 我刚搞英语还行啊 刚搞英语129不是特别差 不是特别差 以前在15分钟内记忆无敌 现在不行 现在上岁数了 你别说15分钟 你给我半个小时 我都背不下来 另外各位同志们 说实话 说实话 你将来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上大学呢 其实就是将来就是认识各种各样 各种各样厉害的同学 各种各样厉害的同学 尤其是像那些 就比如说 讲道理啊 并不是说你这个人就 你说老师我考的特别好 但是别人有可能比你还好 有可能你这一方面好 有可能别人那方面好 对不对 所有各个方面都很好 所以各位同志们 我们一定得干嘛呢 一定得去看看去上大学 一定得去上一个尽量好的大学 等你会发现 你去了一个更好的大学以后 你接触到东西 接触到的人 接触到的事物 它都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咱经常有人说那句话 对不对 说你要是 你要是发现 我自个的同学 以前上学 对吧 以前上学在班里边考倒数 结果高考 结果高考去了个大专 去了个职高 完事以后呢 去我们小县城里去当个医生 结果回老家呢 去医院看病 好家伙 他给我看病 尤其是要需要做手术 他给我做手术 你受得了吗 啊 他说你受得了吗 对不对 我可不敢信啊 我真不敢信 对吧 连高中那么简单的东西 他都 他都学不好 你跟我说做手术 他学的特别好 我真的不信 各位 打死我都不信 来看一下椭圆的几个性质 来各位椭圆里边这个ABC啊 椭圆里边这个ABC呢 讲道理啊 ABC这个东西 其实它有椭圆里边的特征 什么特征呢 我记得有图啊 有图有图 来各位 椭圆里边的ABC是什么呢 来同学们 对于椭圆 咱知道交点如果在X轴 交点在Y轴 两个不同的方程 一个是X方比A方 加Y方比B方等于1 一个是Y方比A方 加X方比B方等于1 对不对 来各位同学们 你们看着啊 你们看着 Y等于0的时候 能够得到X的一几吗 能不能 把Y等于0带进去 Y等于0带进去以后 是不是可以得到X方 X等于正负A 是不是等于正负A 什么A 那不是正负A吗 你们在干什么 还AAA Y等于0带入 是不是X方除A方等于1 所以X方等于A方 所以X等于正负A 是X等负A 那也就是说各位 这个点的坐标 是不是就是A0 这个点的坐标 是不是就是负A0 是不是就是负A0 一个是A0 一个是负A0 对不对 一个是A0 一个是负A0 那同样的各位同学们 同样的啊 同样的 那假如X等于0 你能不能带入啊 X等于0 X等于0带入以后 是不是得到 Y方比B方等于1 所以Y方等于B方 所以Y等于正负B 所以这个点的坐标 是不是0B 这个点的坐标 是不是0负B 是不是 那在这里边 就出现了ABC的关系 我们有一个东西 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长轴 各位 这个叫做长轴 两个大 两个A的顶点之间的 叫长轴 两个B之间的顶点 我们叫短轴 所以长轴 长轴是2A 短轴是什么呢 短轴 短轴叫2B 那么这两个交点叫什么呢 交点间的距离 我们叫交距 交距就是2C 交距就是2C 好吧 交距是2C啊 那么同样的 在如果是在这个交点的外轴 也一样 这个长的就是长轴 因为这个点呢 就会变成0A 这个点呢 就会变成0负A 这个左顶点呢 就会变成负B0 右顶点就会变成B0 所以长的还是长轴 长轴还是2A 短的还是短轴 短轴还是2B 两个交点间的距离 还是交距2C 这是ABC 在椭圆当中的几何性质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性质呢 在椭圆里边 另外的一个性质就是 椭圆是一个高度对称的 椭圆是个高度对称的 有没有发现 我不仅关于X轴对称 也关于Y轴对称 我是个高度对称的图像 同学们 是高度对称图像 假如说打个比方各位 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 如果在这儿有一个直角 同学们 那在这儿有没有个直角 对称的地方 是不是也是直角 这是不是也是直角 这是不是关于Y轴对称 那么如果我关于X轴对称 那这儿有没有个直角 这儿是不是也有直角 那么我在这儿是不是对称 也会有一个直角 就是我上下左右都是非常对称的 上下左右 非常对称 是不是非常对称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 这就是它的对称 如果对称的话 来各位同学们 那各位各位 我再问一句 来你看 把这儿连到顶点 上顶点 把这儿连到这儿 来各位 这两条线长度一样不一样 这两根长度一样不一样 一模一样吧 是不是这两根长度 应该是一模一样 哎 他俩一模一样 你们记得如果 咱们说椭圆上一个点 到两个焦点的距离之合是 2A啊 PF1加PF2等于2A啊 那如果这俩一模一样 那这个是 哎 同学们 这个是 哎 这个是不是也是A啊 是不是也是A啊 哎 那这个是什么呀 各位 这个是不是叫短轴的一半呀 你短轴是2B 那短轴的一半是不是 小B呀 哎 这是谁来着 这是C呀 这个不是C来着吗 这个不是C吗 刚好是个 勾股定力 A方等于B方 加C方 所以这就 这个才叫是 更本质里面的 ABC的关系 A方等于B方 加C方 所以在这会出现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个直角三角形 就代表了A方等于B方 加C方 所以咱们刚才所写的 咱们刚才所写的 所有的椭圆的性质 在这里都是有的 行行 在这都是有的 来 各位来判断一下 说写出下面椭圆方程 对应的ABC的值 X方比25 加Y方比9等于1 很明显吧 是不是A方等于25 B方等于9 C方是不是等于A方 减B方 25减9是不是16 所以A是不是5 B是不是3 C是不是4 同样这都是 你看 X方比25 加Y方比36等于1 所以A方是不是等于36 B方是不是等于25 C方是不是等于A方减B方 等于36减21 所以这里A是不是6 B是不是5 C是不是根号11 千万记住 千万记住 大的是A方 所以这个是A方 并不是他是A方 是他是A方 36才是A方 好吧 36是A方 B方是25 OK吧 好 那像这种题 我就不多说了吧 说焦点在X轴上 右焦点 哎呀 这太简单了 你看 焦点在X轴上的椭圆 说右焦点F2 到短轴端点的距离 各位 到短轴端点 是不是到这个点 右焦点到短轴端点 记得这几吗 还记得这几吗 刚讲的 是不是小A呀 他说的是 右焦点到短轴端点的距离为2 是不是小A等于2 完事以后 他又说这个点 右焦点到左顶点的距离为3 到这儿的距离是个3 那这个是几呀 这个是不是短轴的一半到这儿 这里是不是小A 那这个是谁呀 是不是C 所以是不是A加C等于3 所以小C是不是等于1 那B呢 B方等于A方减C方等于4减1等于3 所以B方是3 所以是不是X方比A方加外方比B方等于1 A是2代入 X方比4加上外方比3等于1 选谁 说选A 这就是认识一下 认识一下 他说的到左顶点 左顶点到这儿的距离不刚刚是A吗 因为到这儿是2A吗 一共是2A是长轴吗 所以到一半是个A 那这一个是个小C 所以是A加C等于3 所以很简单的提案 那么只不过需要大家认识的一个什么 过点1 2分之3 鞋鱼腿 我觉得这有 感觉没怎么听懂 这儿没听懂 来1 2 3 4 来你说哪没懂 说点没懂 为啥那个蓝色的线A等于2 为啥蓝色的线A等于2 是吧 所以你们在干什么 所以你们真的在听吗 所以各位同学 你看我都不知道你们在问什么 老师这个东西这个常识A吗 那谁知道他是不是A的 他爱是啥是啥行不行 要说老师那为什么这个是A呀 为什么这个是A 那讲长轴2A听的啥 讲长轴2A听的啥 我还一边给你们讲 我还一边来给你们讲 我说这个叫长 我是不是还拿黑色笔 我还说这个叫长轴 这个叫长轴是2A 那这个不就是A吗 同志们没有办法你知道吗 没有办法 那不听课你真的没有办法 完了 不听课真没有办法 真的真的没有办法 来过点1 2分之3 其余椭圆X方比2加Y方等于1 有相同焦点的椭圆 长轴为什么是 那个下课找你辅导人退课去 过点1 2分之3 其余椭圆X方比2加Y方等于1 有相同焦点 那各位同学们 这个焦点咱能求出来吧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A方 A方是不是2 A方哪2 那这个B方 外方这是不是B方 所以B方是不是1 所以C方是不是等于A方减B方 是不是就是1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它的焦点坐标 是不是就有了呀 对吧 C就是1嘛 那所以它的焦点坐标 你们是不是应该能够知道 C方 那个一个是负10 一个是10 是不是这是它的焦点坐标 来同志们 有了焦点的坐标 因为老师拿这个椭圆方程咋求 椭圆方程咋求 同志们 过点1 2分之3 我就问了你们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1和这个1 同志们先说常规方法 先说常规方法 好吧 什么常规方法呢 你有这个点 你有这个椭圆 两个焦点 这是两个焦点 F1 F2 这是那个点P 你能不能通过PF1加上PF2等于2A 能不能把A求出来 懂吗 能不能根据PF1加上PF2 把那个A求出来 能不能 能不能 能吧 你都把新的A给 这不能用这俩A一样的是吧 sorry啊 那这咱用个A片 咱用个A片 你把A片求出来了 这你不知道C是1吗 那能不能求出B片 也能啊 那我有了A片 有了B片 我能不能求出它的方程 可以吧 可以 那么接下来说第二种方法 什么第二种方法呢 各位同志们 有没有看到这个焦点的横坐标 跟这个焦点的横坐标是相等的 有没有看出来 这就是椭圆的有一个性质 叫什么呢 叫做通静 什么叫做通静呢 通静就是通过焦点 且垂直焦点所在的轴 这个长度AB 我们叫做通静 通过焦点且垂直 X所在的轴 或者说垂直焦点所在的轴 那这个长度怎么求呢 你就比如说X方比A方 加上Y方比B方等于1 来各位 这个坐标你能不能求来 它的坐标是不是负C0 所以它的横坐标是不是也是负C 它的横坐标是不是也是负C 通静定理 真的 你别太自作聪明 别老想那么多 四位每次各种知识点 你别老多想 因为你每次都会多想 你别多想 我讲啥 你就知道啥 千万别通静定理 千万别加定理两字 我什么都没说 来各位 那么这个横坐标是负C 这儿横坐标也是负C 那纵坐标应该能求吧 纵坐标 纵坐标是不是应该能求啊 你代入把负C 是不是代入就能求出来 是不是C方除以A方 加上Y方比B方 是不是点1 所以是不是得到 Y方比B方等于 1减去A方分之C方 通分是不是得到 A方分之A方减C方 那咱知道 A方减C方不是B方吗 所以就是B方比A方 也就是说 Y方比B方等于B方比A方 那就是Y方等于A方分之B的四次方 一开方是不是得到 Y等于正负A分之B方 所以上边是不是一个正的A分之B方 下边是不是一个负的A分之B方 这就是求出来的 把X的负C带进去求出来的 没有那么神秘 没有那么神秘 你要是类似于圆的垂径定理的话 那不叫在椭圆里边 不叫垂径 不叫通径 那叫什么 那叫共恶直径 还没到呢 那叫共恶直径 咱现在还没有碰到呢 跟通径没关系 圆的垂径定理 跟椭圆的通径没关系 那玩意叫共恶直径 来各位 这个是A分之B方 这是个负的A分之B方 那咱们这个通径的长度 是不是能求出来 通径的长度 能求出来吧 是不是A分之二B方 所以咱们叫做通径 叫做A分之二B方 这个东西 怎么说呢 希望各位记住 你如果说 你说老师我就记不住 你要记不住 你可以线推 无所谓 对吧 把横坐标给它带进去 把外球出来 无所谓能推出来 能推出来 但是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尽量记住 就要通径是A分之二B方 为什么尽量记住呢 咱明天讲双曲线 也会有通径 后天讲抛物线 也会有通径 他们都一样 所以我说记住的话 你就相对全记住了 明白各位 所以它的通径 是A分之二B方 好呢 那其实在这就已经做完了 你看到没有 因为这个是一二分之三 所以大家懂了吧 是不是跟这横坐标一样 所以这个点 是不是就是通径 上面那个点 同志们 是不是就是通径 上面那个点 还记得这个坐标是谁吗 CA分之B方 那这呢 就是C 负A分之B方 所以这个就是A分之B方 明白了吧 这个二分之三 就是A分之B方 就是通径的一半 是不是 因为你没有提下面这个点 只说了上面这个点 所以它只是通径的一半 所以A分之B方 等于二分之三 你再根据什么呀 再根据C方等于1 就是小C等于1 还有个A方等于B方 加C方 各位能不能得出来 能得出来吧 是不是 能得出来吧 九度妈的刚刚也没接 结什么平啊 我都 我都在这 我都又说了一遍了 你还结那干嘛呀 我都有时候都想不懂你们 这价格能不能翻到哪那去结个平 其实我在这又说了一遍了 这是A分之B方 这是负的A分之B方 最长都是A分之B方 我就又说了一遍了啊 你结这跟那不都一样吗 来同志们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就能结了 能结了吧 是不是B方 你就可以得到是个 二分之三A 然后小C等于1 下边还有个A方 等于B方加C方 来能不能代入 代入都代入都代入 是不是得到A方 等于二分之三A 再加一 也就是A方 减二分之三A 再减一 能不能把A解出来 同志们 能不能把A解出来 可以的呀 是不是这样 可以把A解出来的 上面都不要了 上面都不要了 来你把A解 一元二次方成 你们要是这个样 不会解 我就麻了啊 同志们 这个样不会解 我就麻了好吧 A方减二分之三A 减一等于零 你可以把分母去掉 二A方减三A减二等于零 因是分解 一二得二二一对吧 这是个负二 所以是个A减二乘以 二A加一等于零 所以A等于二或者 A等于负的二分之一 咱知道A是正数 负的要舍掉 所以小A等于二 那这个B方能不能算出来 B方是不是等于二分之三 A是不是等于三 所以B方就等于三 A方等于四 是不是 A方等于四 B方等于三 那这是不是就求出来了 是不是言B X方比四加外方比三等于一 是不是 所以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 只不过通静 需要各位大概知道就行 好吧 大概知道 好的 你看 那咱们就把椭圆的定义 椭圆的性质就讲完了 那么椭圆的性质完了以后 有一个小东西 有个什么小东西呢 这个东西吧 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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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把这个性质 简单的应用一下 怎么简单的应用一下呢 就是特别侮辱人 特别侮辱人 你看摄F1 F2 分别是椭圆的左右焦点 F1 F2是椭圆的左右焦点 说点P是椭圆上的一个点 则三角形PF1 F2的周长位置 你直接骂我得了 是不是 还跟我说三角形的周长 这不就是侮辱人 纯侮辱人吗 这个三角形的周长 PF1加上 PF2等于2A F1 F2等于2C 那这个三角形的周长 不就是2A加2C吗 A方等于25 B方等于16 所以C方等于9 所以A等于5 C等于3 往这一带 10加6 16 是不是16 各位 你看这种东西 是不是就 就纯羞辱人 三角形PF1 F2的周长 所以是不是叫做 2A加2C 所以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焦点三角形 这个玩意叫焦点三角形 什么叫焦点三角形呢 就是说跟两个焦点 椭圆上某一个点 跟两个焦点 这个三角形构成的三角形 我们叫焦点三角形 那这个焦点三角形的周长 就是2A加2C 固定的 你点P随便跑 跑哪都是2A加2C 你别觉得它离谱 考试还真考着玩意儿 对吧 考试还真考着玩意儿 以至点P是椭圆上的任意一个点 点P是椭圆上的任意一个点 点F是左焦点 点P是椭圆上任意一个点 说点Q是PF的终点 点Q是PF终点 则三角形OPF OQF 这个三角形构成 这不是焦点三角形啊 但是各位同志们请记住了 破圆一定是跟几个焦点产生的关系 两个焦点 而这道题目是跟几个焦点产生的关系 跟一个焦点 不合理 一定要把另外一个焦点给我找到 好吧 椭圆里边一定是两个焦点 千万别跟我说一个焦点 好吧 如果只给了一个焦点 一定要把另外一个焦点给我找到 所以如果把另外一个焦点找到 这个叫焦点三角形 那这个点是终点 点O呢 也是终点的 为什么老想相似三角形 这不是中卫线吗 相什么四啊 这是不是就是 这个是F1F2的一半 这个是PF的一半 这个是PF品的一半 所以它的小三角周长 就是大三角周长一半 对不对 所以本来是2A加2C 现在是A加C A方等于几 A方等于9 所以小A等于3 那C方呢 等于9减5等于4 所以小C等于2 3加2得5 选A 是不是 就很简单啊 来各位 还有更离谱的女性吗 还有更离谱的 来各位你看 本来这样的 是不是一个焦点三角形 同志们 本来这样是不是一个焦点三角形 结果呢 我把这延长 延长 延长到下边 又搞了一个焦点三角形 现在这个大三角形 就是两个三角形 加一起 但是这个大的三角形 就没有这根线了 这根线就没有了 是不是 这根线你可不能说 人家周长还包括它 不包括它 那这个大的三角形 周长一体 是不是4A啊 这俩玩意儿相加 是不是得2A 这俩玩意儿相加 是不是也得2A 所以是不是4A 所以这个三角形叫什么 这个三角形叫4A三角形 就这么 就这么离谱 这个名字 叫4A三角形 你就说离谱不离谱吧 啊 4A三角形 所以各位同学们 这种题我是真不想讲 我是真不想讲 好吧 说经过椭圆 X方比16加Y方比9 我又交点F2 交椭圆与点A点B 说F1是左交点 问三角形 A F1B的周长 4A三角形 A方得16 小A等于4 4A16 你说这不是侮辱人 这是啥 啊 同志们 你们说这不是侮辱人 这是啥 这还能是啥 所以这种题我就不讲了 没有意思 同志们 没有意思啊 讲点有意思的 嗯 什么有意思呢 各位既然周长没意思 那你们觉得什么有意思 同志们 你们觉得什么有意思 面积是这样 哈哈哈哈 面积 面积有意思呀 来同志们来看 说这里有个椭圆 说这里有个椭圆 X方比25加Y方 哎呀 这怎么画的这么不标准呢 说有一个椭圆 算了就这样吧 说有一个椭圆 各位同志们 要一个椭圆 这个椭圆的左焦点分别 左焦点F1 右焦点F2 点P是椭圆上的一个点 说角F1PF2等于60度 这是个60度 问三角形F1PF2的面积 等于 同志们你们看一下啊 假如说你们怎么做 同志们 假如说你们怎么做 啊 这要咋做吗 哎 有同志们想到了 是不是 有同志们想到了 余贤定理 是不是 余贤定理 右下按右下角公式 你们也都是 你们也都挺厉害啊 也都挺厉害 咱首先说明白啊 咱首先说明白 他做的方法有很多种 有很多种 有多少种呢 首先咱说第一种啊 你们到学校里边会学到的第一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叫什么呢 叫做响亮 第一种方法 你们在学校里就学到 叫响亮 什么响亮呢 假设点P的坐标 X0 Y0 有点P的坐标 各位 F1的坐标能不能求 可以求啊 对吧 25 9 所以这是个负40 这个点是个40 对吧 因为C方等于25-9等于16 所以C等于4 所以这就是负40 这就是40 所以F1 F2的坐标你有 点P的坐标你可以设 而且设出来 这个坐标能不能带到椭圆里 同志们 能不能带到椭圆里 可以吧 可以带到椭圆里 所以X0方比25加Y0方比9等于1 是不是带到椭圆里 那另外各位 这里是不是有个60度 这是不是有个60度 有60度 你有这这个坐标 你有这这个坐标 你这个 这个长度 这不是有坐标吗 这不是有坐标吗 是不是都能求 是不是都能求 是不是这也有一根长度 对不对 你可不可以用向量来计算出来 他们的向量数量机 可以吧 向量数量机 是不是可以计算出来 是不是PF1向量 点乘PF2向量 是不是等于PF1乘以PF2 再乘以cos60度 是不是 各位同志们 是不是得到PF1乘以PF2 乘以cos60度 那各位PF1乘PF2 只要求出来结束了 只要求出来结束了 因为面积就等于 1 2分之1的PF1乘以PF2 乘以cos60度 面积公式 三角形面积公式 你们记得吗 S等于1 2分之1 AB乘以cos60度 记住记得 面积等于1 2分之1 AB乘以cos60度 2分之1它乘它乘以cos60度 是不是PF1乘PF2乘以cos60度 你只要把它算出来就可以了 根据向量把PF1乘PF2算出来 但是我说了 你们到学校里会学这个 好吧 会学这个 我就不讲这个了 这个其实挺没意思的 为什么没意思呢 因为各位请记住了 焦点三角形面积公式 焦点三角形 其实不是考向量 它考察的是什么呢 考察的是解三角形 考察的是解三角形 解三角形 那你看 我假设这个长度是个M吧 我假设这个长度是N吧 那M加N等于2A 这没问题吧 说明这没问题吧 M加N等于2A A方等于25 所以小A等于5 那2A就是10 M加N就是10 是不是10 完事以后 我能不能根据余弦定理 F1 F2的长度是几 是个8 8的平方等于M方 加上N方 减去2MN 乘以cos60度 有没有余弦定理 朋友们 有余弦定理吧 有余弦定理 还是那句话 你要的是谁 你只需要这个M乘N 因为面积就等于1分之1 M乘N乘以360度 你要的就是M乘N 你说老师 那这M方加N方怎么办 各位 能不能根据完全平方 把它消掉 能不能 M加N的完全平方 等于M方加N方 等于再加2倍的MN 是不是这样 M加N的平方是几 100 所以M方加N方 等于100-2MN 来 把100-2MN代替 这是不是就变成了 100-2MN 再减2MN 乘以扣360度 来各位 能不能把MN求出来 可以吧 来你看 64等于100-2MN 再减MN 那就是说3MN 等于36 所以MN等于12 MN等于12 带到这 是不是等于1分之1 乘以12 乘以360度 2分之23 等于3倍 23 所以选B 这就是第二种方法 利用余贤定理 那么接下来 各位 我通过余贤定理 跟面积公式 我还可以给各位 继续来 刚刚没听到 M加N为啥那时 是不是 因为我就没讲 因为我就没讲 他为啥那时 都让人受不了 来各位同学们 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个 说这有个交点F1 这有个交点F2 这有个点P 这有个点P 这里是个PF1 这里是个PF2 咱们假设这个角度是θ 假设这个角度是θ 咱们你看 还是那句话 我们假设PF1等于M 假设PF2等于N 这个长度 F1 F2 是不是2C 是不是2C 各位同学们 不用你们推导 不用你们计算 我计算完了 我计算完了 我有点信不过各位计算 好吧 你信不信 我要是让各位计算 你们能算量10 假设PF1等于M PF2等于N 所以M加N等于2A 这是没问题的吧 那接下来这个MN2C 再加这个θ 能不能有余弦定理 2C的平方 等于M方加N方 减2MN乘cosθ 这是余弦定理 然后再代入M加N的平方 减2MN 减2MN乘cosθ 代入去求得MN 最后MN会得到 2倍的B方 比1加cosθ 然后根据面积公式 S等于1分之1 MN乘sinθ 就得到B方乘以sinθ 除以1加cosθ 你也不用管是什么公式了 因为老师 那这儿在怎么化简出来的 各位怎么化简出来的 用的叫做二倍角公式 不是万能公式 用的是二倍角公式 你看到没有 二倍角公式 sinθ等于2倍的sin2分之θ 乘cos2分之θ cosθ等于2倍的cos2分之θ 减1 你代入 把cosθ跟sinθ换掉 就会得到面积等于B方乘以 tanin的2分之θ B方乘以tanin的2分之θ 最终的面积公式 B方乘以tanin的2分之θ 有人想要去推导的 下课可以按照我写出来的步骤 自己去推导一下 如果你不想推导的 特别棒 背下来 这叫什么 这叫做B方切一半 这叫做B方切一半 以前有个老师说 这叫什么 叫爸爸切一半 哈家伙 爸爸也能切一半 是吧 给别人啊 还没怎么着呢 上个高中是把爸爸给剁了 哈家伙 有点害怕 有点吓人 这叫做B方切一半 正切的一半 B方乘以tanin的2分之θ 所以各位同学们 当你们发现焦点三角形以后 对吧 发现让我们求焦点三角形的面积以后 你就不用想那么多了 也不用那么多的公式了 也不用向量了 也不用再去导那个余弦定理了 是不是 也不用再去导那个余弦定理了 直接往上写B方 tanin的2分之θ 谁是B方 他是B方 9 tanin的这个假角是多少度 60度 所以是tanin的2分之60度 所以得到9 乘以tanin的30度等于9乘3分之3 等于3倍 正好3 选B 好吧 选B OK吗 那如果θ是45度呢 是吧 你怎么不问我 如果θ是1度呢 你得不问我 你得不问我 老师θ如果是1度呢 老师θ如果是2度呢 老师θ如果是10度呢 你得不问我这个呢 啊 为啥不问我呢 啊 为啥不问我 他是10度 10度 1度 2度 3度 为啥呀 为啥 来 我就问问你 你们在 你们在哪考试的时候见过 你们在哪考试见过 Sanin一度的 你们在那见过 tanin的2度的 你们在那给我见 让你们求tanin的3度 来你们告诉我吧 来这玩意儿等一集 这玩意儿等一集 这玩意儿等一集 来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你回去问你们老师 你们回去问你们老师 他等一集 还对呀 如果是45度咋笨 孩子人如果是45度咋笨 15度 不是 你们不会以为 你们不会以为15度是个 我们不知道的吧 你们咱们在高中不是考的就是15度 30度 45度 60度 75度 90度 105度 120度 135度 不就考的这些吗 150度 不就考的这些吗 不都是以15度为标准往上走的吗 是不是以15度为标准 为标准 一个标准 你看 你们学的不都是这些吗 30度 你看到没有 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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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的不都是加15 加15往上加起来的吗 你们不会以为15度是个求不出来的 你用sign45度减30度也可以 你用爱用谁 用谁 你用60度减45度也行 无所谓 好吧 无所谓 无所谓 心态有点不好 那各位 弱点P 弱点P在椭圆 X方比2加Y方等于1 别在那跟我说解答题了 圆锥曲线出这种解答 如果出这种解答题 你就偷着乐 圆锥曲线 解答题 怎么可能出这种题啊 咱们圆锥曲线的解答题在第5讲 在第5讲 如果圆锥曲线出这种解答题 你们偷着乐去吧 好吧 怎么可能出这种题啊 弱点P在椭圆上 F1 F2分别是椭圆的两个焦点 F1 F2 斜角F1P F2点90度 这是个90度是吧 那这不用我多说了吧 是B方乘以 坍金的二分之90度 所以是不是得 B方乘以坍金的45度 所以B方是几 B方是不是1 坍金的45度是不是1 所以1乘1是不是得1 所以是不是选B 这玩意就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来再看这个 以致点P在椭圆 X方比16加 Y方比4点1上 说椭圆F1 F2分别为左右焦点 弱角F1PF2点三分之二 120度的意思是不是 不用写了 B方坍金的二分之120度 那就是B方坍金的60度 B方是几 B方坍金的60度更好三 4倍更好三 就这 就这 你们想看高考题吗 你们想看高考压制题吗 填空题压制题 2021年全国就是假教理科高考压制题 以致F1 F2 就是填空题第16题 以致F1 F2为椭圆的两个焦点 这个是F1 这个是F2 好吧 土研两个焦点 点P点Q是坐标 关于坐标原点对称的两个点 这就是点P各位 这是点P 这点Q 关于坐标原点对称 且PQ等于F1 F2 PQ等于F1 F2 则四边形 PF1 QF2 这个四边形 PF1 QF2 这个四边形 来各位 这个四边形是个平方四边形吧 这是个平行四边形吧 因为咱是不是讲了说 这叫什么呀 这是不是叫做高度对称 这根线应该跟这根线对称的 这根线应该跟这根线对称的 是高度对称图形 所以应该是个平行四边形吧 那结束了呀 对角线相等的平行四边形 是个什么形状 对角线相等的平行四边形 是个什么形状 对角线相等的平行四边形 我记得 菱形的定义是 对角线互相垂直平分吧 那是小学 小学概念 还是初中概念 对角线相等的平行四边形 叫矩形 对角线垂直平分的四边形 叫菱形 对角线相等且垂直平分的 叫正方形 所以这是个矩形 矩形也就意味着 这里是什么角 是个直角 这是什么角 这里是个直角 俩都是直角 所以这是两个直角三角形的面积公式 所以B方乘以贪金的二分之九十度 乘以两倍就行了 因为两个三角形 所以乘个两倍就可以了 2乘B方是几 B方是4 乘以贪金的四十五度 所以等于8 这题就是8 哎呀 这题就是8 行吧 就这样 来休息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上正课 休息一会儿上正课 他真的是 他真的是压轴 你自个儿你搜一搜 我还能骗你们怎么着 但是啊 但是那个高考的时候 人家可没有想到说 啊 还能用B方乘以贪金的二分之三 他的 人家也没有想到好吧 人家也没有想到 你还能用B方乘以贪金的二分之三 他的啊 主要是人家没想到 对吧 你用了就用了 你用了就简单了 你就别说话了 好吧 还高考压轴题 这么简单 那让人家没有做出来那些人得夺那啥呀 都气死了都 来老规矩 把分拿一下 同志们老规矩 把分拿一下 能不能看见常规解反 就是向量嘛 这不是 这里不是垂直嘛 这不是垂直 这不是垂直嘛 用向量数量积等于零啊 假设点P X0 Y0 用向量数量积等于零 把点P坐标求出来 把点Q坐标求出来 那坐标都求出来了 那长度自然而然就有了呀 PF2就有了呀 PF1就有了呀 那面积不就有了吗 是不是啊 用向量数量积等于零 把点P点Q的坐标都求出来 那你不就出现了长度PF1 长度PF2吗 是不是啊 来老规矩选 老规矩选 你咋没选 因为我还没有开始发呢 老规矩选 把分拿一下 明天我得准备点那个酱压药来啊 以后上课呀 对不对 以后上课我就不带手表了 我得带点那个什么呢 我得带点那个速效救心丸 就那个小葫芦 对不对 就那小葫芦啊 小葫芦带一圈那个速效救心丸 回头那个上课要实在不行了 你们就提醒我 好吧 加课赶紧吃一颗 加课赶紧吃一颗 来五四三二一 收了啊 各位同志们 不多说啊 不多说废话 现在多长时间了 现在多长时间了 两个小时了 是不是两个小时了 两个小时了吧 咱也不提那个 咱也不提那个 就几十个同学退出直播宴 咱不提那几个同学 就各位同志们 在场的 哪怕你们都能够让我吃上 速效救心丸 没关系 各位同志们 没关系 我可以少活两年 我毕竟 我毕竟都已经这么 我都 我毕竟都已经这么大岁数了 是不是 无所谓啊 无所谓 但是只要你们啊 对不对 以后听课 两个小时能听下来 待会还能再听个正课 各位同志们 无敌 好吧 无敌 来那个跟老同志们说一声啊 有没有老同志们在 同志们有没有老同志们在 老同志们 我在春季的时候跟老同志们说过 我说到了那个 我说在 我说会给各位抽个奖 你还记得吗 我春季班的时候 那个会给你们抽奖 是吧 我说 我说到时候 到时候给各位抽抽奖啊 被我表扬过的学生 对吧 被我表扬过的学生 我给你们抽抽奖 是不是 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 还记得是吧 抽点啥呢 抽点那个 因为咱们这个班啊 咱们这个班那个老同志们比较少 我把那个叫什么来着 我把那个学期笔已经抽完了 我把学期笔已经抽完了 现在给各位给咱们老同志们剩下的老同志们给咱们班抽点这个喵喵机好吧 抽点这个喵喵机啊 或者说抽点这个抽点这个书啊 像我们那个什么名师敲重点呢 是不是 像我们那个什么名师敲重点呢 之类的 给各位抽一抽啊 来给各位抽一点啊 现在时间好像那个 新雪没有吗 新雪 哎呀 新雪 同志们 咱们抽奖是在春秋抽的啊 咱们是在春秋 春秋被我表扬过的 在春秋被我表扬过的学生 你们心同志们我还没表扬你呢 我就给你抽奖 疯啊 啊 你们进步了吗 你们还没有进步 咱们没有考试呢 没有考试 没有表扬的 我咋给你们抽啊 对不对 咋给你们抽啊 啊 那就这样一碗水端平 啊 一碗水端平 哈哈哈哈 一碗水端平 那行啊 你们说的啊 那我就一碗水端平啊 好的 来 所有的新同志们啊 所有的新同志们 秋天送节课 好吧 所有的新同志们 秋天送节课 啊 本来不是那个 本来 呃 本来应该是 直播啊 直播直播 好吧 直播 我的直播啊 我的直播 听不懂 啊 我的直播 直播直播直播 不送你们 不送你们那个 呃 不送你们视频 直播直播啊 直播 听听 啊 直播 这可以吧 这总可以吧 啊 直播啊 不送你们视频 直播直播 哈哈哈哈 可以吧 这这行吧 哎呀 真傻一碗水端平 那我给别人抽奖的时候 你们不能不能没有 不能提意见了吧 应该没啥意见了吧 啊 没意见了吧 这多不好意思 啊 不好意思 是不是 不好意思 那那我就收回来了 啊 不好意思 你们就刚 当我刚才没有说话 行不行 啊 万一在学校呢 万一在学校可以听回报 那没有办法呀 是不是 万一在学校 那可以听回报 哈哈哈哈 好意思 行 你们好意思啊 因为 你们真好意思啊 那时间因为 哎呀 就剩三分钟了 剩三分钟 那这样了 明天抽吧 老同志们明天抽吧 好吧 老同志们明天抽吧 老同志们明天抽吧 明天抽吧 明天抽吧 那个各位同志们 跟各位 大保底必出喵喵机 哈哈 你就比如说啊 我明天我会这么抽啊 我明天我会抽出来 第几个被我表扬的 然后明天 咱就直接抽出 三个喵喵机 好吧 直接先抽 先抽出三个喵喵机 完事以后 那个 完事再抽出十本书 行不行 再抽五个十本书 再再抽五个吧 五个那个名师 敲钟脸吧 明天抽吧 明天抽吧 明天现场抽 新同志们今天抽 我都跟你们说了 我新同志所有人都送 我都说了新同志秋天 所有人送 送一节直播客 还抽啥 不用抽了 不用抽了 六千人 咱们这个班就两千人 而且老同志们 咱们这个班老同志们比较少 就几百个 好吧 别的都已经抽了 别的老同志们抽的 抽的那个什么 抽的学习笔 抽的学习笔 所以以后老同志们往前 好吧 老同志们尽量在前面挺可爱 因为因为这个学习笔 在前面抽了 一根学习笔也比较 也一根学习笔也比较 也比较便宜 对吧 一千多块钱吧 好像 很棒 那个各位同志们 各位同志们 秋天的课 别让老同志们看 行 不让他们看 说了给新同志们 就是给新同志们 不给老同志们加 好吧 不给老同志们加 各位同志们 那个说一下 说一下 因为 我昨天前两天 不是跟你们说 是这样 不是咱这个班是六千 不是咱这个班是六千人 是我暑假 我暑假一共是 我暑假一共是四个班 暑假一共是四个班 前三个班 前三个班 有一万 前三个班 有一万四千人 已经上完了 已经上完了 好吧 上完了 咱这个班 咱今天这个班的 只有那个两千多 好吧 只有两千多 只有两千多 所以呢 咱还没上完 到了秋天以后 四个班会合 合到一起 到了秋天以后 四个班 不是会合到一起吗 会合成两个班 合成两个班 以后就出现 那个出现爆满的情况了 那个班已经八千了 这个咱这个班 已经六千多了 好吧 咱那个班已经六千多了 所以才会出现爆满的情况 会出四个班 主要合到一起了 明白了吧 合成俩班了 那么那个前两天跟各位说那个班爆满 说那个班爆满给爆满了 然后有同志们报名 没报进去 我已经解决了 各位同志们 我已经解决掉了 好吧 已经解决掉了 给各位紧急调来了三百个名额 好吧 给各位紧急调来了三百个库存 只有三百个库存 只有三百个 为什么只有三百个 因为就招了十个辅导老师 因为就调过来十个辅导老师 好吧 因为就调过来十个辅导老师 每个辅导老师能接三十个学生 所以就只有三百个库存 好吧 因为从别的人家那借过来的辅导老师 要不没有辅导老师了 没有辅导老师了 所以有三百个库存 但是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应该够了 差不多应该够了 好吧 所以各位同志们 那个秋天的课 秋天的课 那个如果谁 如果谁没有报 秋季班的那个各位可以报了 好吧 各位可以报了 祭日期 看到没有 祭日期 也就是说从今天啊 祭日期至8月17号的晚上24点 秋季班都会有那个有优惠 好吧 都有减500块钱优惠啊 会有个1899 如果你暑假报的那个科目比较多的话 那个每 每多报一科 每科额外再减230啊 每科再额外再减230别忘了好吧 就比如说这是1899完了以后再报一根是个1669是吧 1669 再报的话就是就变成1669了 每科额外再减230别忘了就行了好吧 谁那个谁秋季班还没有报名的可以抓紧时间报完 不用等什么时候截止啊 不用等什么时候截止 因为就300个因为就300个库存 这300个库存爆满了就还是跟前面一样就爆满了 明白了吧 如果这300个库存爆满了到时候就没了啊 好吧到时候就没了 秋天的班我报了就一直听回放 各位回放也无所谓 关键是你有 关键是你听了 明白了吧 连报的同志们不用管啊 一下子报对连报的同志们不用管 好吧 连报的同志们不用管啊 售完为止 对售完为止 这300个库存就售完为止了 好吧 秋天的班是周几周末啊 秋天都是周末上 我看一下 来讲一下最后的一个东西 正课时间讲一下最后一个叫离心率 离心率这个东西太简单啊 太简单 首先第一个 首先第一 秋几班是多少节课 你都不用管多少节课啊 秋天是从你们从9月9到9月10 9月9到9月10一直上到你们寒假前 好吧 一直上到你们寒假前 就是你们高二上学期的高二上学期结束 好吧 高二上学期结束啊 上午还是下午有上午有下午你们自个儿看一看 问问辅导老师好吧 别问我了 问问辅导老师吧 我开始上课了 问辅导老师啊 问辅导老师好吧 我得开始上课了啊 最后一节课是1月7号啊 过了元旦以后是吧 过了元旦以后 来那个各位同学们 离心率这个东西特别简单啊 都我都不是讲了吗 我说那个椭圆是怎么来的各位 椭圆怎么来的 椭圆是不是这么来的 被张亮一屁股把两颗心做偏了呀 是不是 一屁股把两颗心做偏了 那我们怎么研究张亮的屁股有多 不是 我们怎么研究这个椭圆这两颗心到底有多偏呢 我们起了个名叫离心率 那我们怎么去来衡量这个离心率呢 这个离心率的衡量 我们就那个 我们就用了里边两个东西 一个叫A 一个叫C 是吧 离心率E等于A分之C 口误口误口误啊 口误 我一大老爷们我研究张亮屁股干嘛呀 离心率E等于A分之C 那各位同学们大家也都知道对吧 在椭圆里边A是最大的 是不是A是最大的 那A既然是最大的 那这个A分之C 是不是一定小一 而且他俩都是带领的 所以是不是一定带领 是不是一定带领 要是成功了 哎呀别说了 要是成功做那个圆上 那还是个圆吗 那变成一根线断了 那都不是椭圆了 那都被成功做成一根线断了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椭圆的离心率的范围是0到1 0到1 那么各位同学 那就简单了 来你看 我说椭圆 我说椭圆X方比9 加Y方比4等于1 求离心率 你把A跟C求出来不就行了吗 是不是 A方等于9 所以小A等于3 C方等于9减4等于5 所以C等于正号5 所以离心率E等于A分之C 等于三分之正号5 选B 这不是纯羞辱人吗 同学们 这是纯羞辱人吗 以至椭圆X方比M 加Y方比9等于1 离心率是三分之高三 则M的值可能是几 那同学们 这里边 各位同学们 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焦点是X轴还是Y轴 你知道吗 同学们 这个焦点是X轴还是Y轴 你知道吗 不知道呀 这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东西就一定得讨论了 因为这个M究竟是A方 还是它是A方 你不知道 所以这个时候得讨论 就是焦点是在X轴 还是焦点是在Y轴 这个时候得讨论 对不对 如果焦点在X轴 那么这个A方是几 A方就是M 所以小A是不是就是根号M 那么要求C呀 那C方是不是等于A方减B方 那是不是等于M减9 所以小C是不是等于根号下M减9 所以离心率E等于A分之A 是不是等于根号M 不是根号下M减9除以根号M等于三分之根号三 是不是把M解出来呀 同学们 是不是把M解出来 两边平方 两边平方得到M分之M减9等于三分之一 所以得到3M减27 所以M等于二分之二十七 有没有C 有啊 C是可以的呀 那么假如说焦点在外轴 焦点在外轴 这个才是A方 是不是 A方等于9 所以小A等于三 那么C方等于A方减B方 A方是9 B方呢就是M 是不是减M啊 这就是C方 所以小C等于根号下9减M 所以离心率E等于A分之C 等于三分之根号下9减M 等于三分之根号三 所以解得M得6 所以是不是选B啊 所以BC都是正确的 明白吧 所以这个东西主要就是分焦点是在X轴 还是焦点在Y轴 那各位同志们 别管焦点在X轴还是Y轴的 各位简单不简单吧 把A求出来 把C求出来 A分之C就是离心率 简单是不是 为什么简单 为什么简单 因为你把A跟C求出来了 那有没有可能求不出来啊 啊 同志们 那有没有可能求不出来啊 说设植植圆X方比A方加Y方比B方等于1 焦距为2C 若B方等于A乘C 则植圆离心率 各位你能把A跟C求出来 题目里边就给了个B方等于AC B方等于AC 你还知道那个 还知道那个构物定理 A方等于B方加C方 来你能把A跟C求出来 三个位置量两个方程 你能把A跟C求出来吗 求不出来 是不是求不出来 求不出来怎么办 求不出来 那就整体办 各位 整体办 什么叫整体办 因为我们求的离心率E是A分之C 所以呢 这不是打招 这不是打招啊 各位我们要求的离心率是E等于A分之C 来各位同志们 我就问一下 来 B方等于A乘C B方等于A乘C 跟B有毛关系吗 你有毛吗 张亮 不是 你有毛吗 B方 跟你B方有毛关系 没毛关系 我们要的是A分之C 只有A和C 跟B方没有毛关系 那就把B方给我扔掉 那怎么扔掉 利用B方等于A方-C方 是不是 利用B方的A方-C方代入 所以A方-C方等于A乘C 好 各位 咱们要求的离心率是E等于A分之C 你看这是C方没有 这是C方没有 如果 咱们给它除以A方 是不是就是离心率 如果这是个A乘C 咱们是不是给它除个A方 能不能得到A分之C 所以这叫什么方法呢 这叫做同除A方法 同除A方法 你们在学校里会讲 同除A方法 两个方程 方程两边同时除以A方 A方除以A方 就是两边 这儿除个A方 这儿也除个A方 所以得到 1-A方分之C方 等于A分之C 来 这是不是A方 这是不是A方 所以是不是A方 加A 减1 等于0 一元 二次方 乘 求根 公式 是不是求根公式 离心率A等于2分之 负1加减根根号下 B方 减CC 它的平方 1加上 这儿减1 加4 所以等于2分之 负1 加减根号5 来 各位同学们 咱可说过 椭圆的离心率E 是属于0到1的 千万记得 椭圆的离心率E 是属于0到1的 所以 把这儿这个负1 减根号5 舍掉 就得到了2分之 负1 加根5 这就是它的离心率 这叫做同除A方法 好吧 同除A方法 变成1元2次方程 求根 来看 说F1 F2 为椭圆 X方比A方 加Y方比B方 等1的左右焦点 点A为椭圆上的一个点 且AF2 AF2 垂直于X轴 垂直X轴 并且三角形 AF1 F2 为等腰直角三角形 等腰直角三角形 家银们 出于右下角 当然出于右下角了 这个是不是叫做通镜的一半呀 各位 垂直 这儿是不是叫通镜的一半呀 通镜的一半 通镜是A分之2比方 那这个一半呢 是不是A分之B方 这是AF2啊 sorry AF2 所以AF2是不是A分之B方 而他说的是个等腰直角三角形 那等不等于这个F1 F2各位 等不等于这个 等于吧 这个是几 2C吧 是2C 所以他等于2C 也就是B方等于2AC 那同样的 我求离心率 跟你B方没有毛关系 把B方去掉 A方减C方等于2AC 两边同时除以A方 同除A方法 得到1减A方分之C方 等于A方分之2AC 把A约掉约掉 会得到1减E方等于2E 1方加2E减1等于0 求根公式 E等于2分之 负2加减2加减根根号下下B方减CC4加4等于2分之负2加减2倍更2 等于负1加减根号2 因为离心率E属于0到1 所以应该是个负1加根号2 所以是不是选A啊 根号2 简一 明白了吧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离心率 那讲到这以后呢 真有大招 各位真有大招 各位有没有发现 讲到这道题目以后 这个三角形又回到了焦点三角形 同志们 有没有发现又回到焦点三角形了 咱们求焦点三角形面积的时候 用了一个什么来着 用了一个解三角形 那你们觉得求离心率 我有没有可能用解三角形呢 来 假设这是焦点F1 这是焦点F2 这是PF1 这是PF2 各位同志们放心啊 椭圆里边那个椭圆里边大招没有不太多 等到了明天后天 明天后天 大后天 你们就会知道 圆锥曲线到底是怎么口算了 尤其是各位明天啊 好好期待着啊 好好期待着 你们就会知道到底有多简单啊 来各位 这个三角形里边 假如说给我一个焦点三角形 你让我求离心率 来同志们 E是不是等于A分之C 来E等于A分之C吧 那等于不等于 因为书上给了写大招的格子 所以盲采给了大招 那你还叫盲采呀 你那叫明采好吧 来各位 来各位 E等于A分之C 等于2A分之2C 没有问题吧 等于2A分之2C 没有问题吧 都乘2嘛 来 那2C等不等于F1F2的距离呀 那2A用定乱采 那2A用定义里边是不是PF1加PF2呀 三条边长之笔在解三角形里边 可不可以画为角度之笔呀 解三角形正弦定理边角护画 边可以画为对应的角度 F1F2F1F2对应的是谁 对应的是θ 是不是可以画为sinθ PF1对应的是β 可不可以画为sinβ PF2对应的是 ρ可不可以画为sinR 也就是说离心率 焦点三角形离心率 等于三个角度的正弦之笔 顶角θ 这是顶角θ sinθ 比上下边两个底角 sin之和 所以各位 你再看看这道题 你再看看这道题 这是个什么三角形 等腰直角三角形 啊 45度 45度90度 顶角是45度 所以离心率E等于顶角散因45度 比上两个底角之和 散因45度加散因90度 等于2分之跟2 比上2分之跟2加1 两边乘以2 等于根号2加2分之 根号2等于根号2减1 是不是 这就是一个焦点三角形离心率的一种题啊 所以这个东西可以记这个东西要记住啊 要记住啊 离心率E就等于因为边长可以画为角度 对不对 咱们想解三角形边角互画 这个F1 F2就可以画为对应的角 这个PF1就可以画为对应的角 PF2可以画为对应的角 我写到这啊 等于一个2C比2A 就等于一个F1 F2比上PF1加PF2 好吧 来你来看一下 这里到高考题啊 2018年全国二卷理科高考题 已知F1 F2是椭圆的两个焦点 F1 F2两个焦点 说PF1垂直PF2垂直 你看 同志们 当有些人看到垂直第一反应是什么 第一反应一定是向量数量积等于零 但是你不用 这是个垂直 这是个六十度 这是个六十度 也就是说这是个多少 三十度 漂亮 E等于顶角SY90度 除以SY30度加SY60度 就这样 所以等于1比1分之1加2分之 根号3等于2比上根3加1 等于根号3减1 是不是 随时选D 等于根号3减1 就这 很简单 好吧 就这样很简单 所以各位同志们 对于我们来说焦点三角形的离心力 对我们来说很简单 你千万不要去给他用各种各样的数量积等于零 还有这种 F1 F2为椭圆上的左右焦点 AF2垂直于X等等 这条上做过 说三角形AF1 F2是怎样 做过 这题做过吧 做过就不说 来各位同志们 明天 我们明天开始进入哪呢 我们明天开始进入双曲线 我提前要跟各位同志们说清楚 提前说清楚 所有的圆锥曲线里边 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圆锥曲线在高考题目里边考试 各位同志们你看 分选择填空 还有解答 还有解答 你们知道圆锥曲线在高考里边占多2分吗 一个解答12分 两个选择10分 一个填空5分 加一起多少分 加一起多少分 27分 这就是高考圆锥曲线 加一起27分 加一起27分 而且各位解答题目 这道解答题目是在咱们第5讲 在咱们第5讲 也就是说选择填空在咱们第2讲 第3讲第4讲 第2讲第3讲第4讲 那我同志们我要告诉你们 这选择填空考的是妥双抛 也就是妥圆双曲线 抛物线 各位 妥圆在这里边考察的概率20% 双曲线在考50% 抛物线考30% 也就是说选择填空 绝大可能会落在明天的双曲线 而且事实也证明出来了 包括2018、2016、2017、2018、2020、2021、2022、2023 高考选择填空考的都是双曲线 考的是双曲线 所以各位同志们 明天非常重要 请各位同志们 明天一定要好好听课 另外在听课之前 我得跟各位来 各位同志们 今天又两个多小时结束了 两个多小时 2.5个小时吧 又2.5个小时 各位结束了 坚持住了 同志们 牛的 咱也别打卡了 咱也别说累了 各位同志们 别打卡了 牛的 行不行 牛的 来来 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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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来 牛的 牛的 比你睡 比你睡一斤强吧 听进去一些吧 听懂一些吧 哎 牛的 牛的 必须牛的 那各位同志们 下课以后 这个牛的 做不做 这个牛的 做不做 牛到不行 给我做完 做完了以后 你去记得 同志们 做完了以后 你尤其是 你咱不是有解析吗 各位同志们 咱不是有解析吗 对照完解析啊 对照完解析 去找你的辅导老师 去打个卡 行不行 各位同志们 对照完以后啊 对照完以后 去找你的辅导老师 打个卡 好吧 对照完以后 找你的辅导老师 打个卡 行不行 每日进步打卡 今天打个卡 明天打个卡 今天进步一天 明天进步一天 各位同志们 天天进步 来 堂堂子 我都看着呢 我都看着你们打卡了啊 我都看着你们打卡的 我明天会把打卡的同志们 我给你们那个 表扬表扬好吧 表扬表扬 明天被我表扬过的同学 到时候 秋天提前给你们抽奖 来第一题选 选到个 第二题选 选选到个 俩到个 俩狗 好吧 俩到个 第一个到个 第二个到个 堂堂子 来五四三二一 学分 我要收了啊 五四三二一 收掉 好的 各位同志们 那个怎么说呢 咱明天见 好吧 明天见 明天见 我就只需要 我就跟各位说一句话 好吧 说一句人话呢 各位同志们 别抱怨 说 佳哥 我高一学的不好 基础不好 对不对 各位同志们 抱怨身处黑暗 不如提灯前行 好不容易 高二 有佳哥给你再讲课 你就 好好的 往前学 往前进步 好吧 各位同志们 明天见 这怎么半个小时了 完了 扣钱了 完了 扣钱了 各位同志们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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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玩独自 扣钱了 那么各位同志们 那个 秋季班克 再给你们说一遍 好了 秋季班克 这300个库存 谁没报名的 抓紧时间报名去吧 好吧 各位 明天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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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